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储局局长在国会做见证的时候就进一步confuse整个市场 而且继续的confusing整个市场 让整个市场非常的错愕 但是在调整当中有平安 所以今天我要谈一谈可能在时下 你会非常混淆的利息政策的问题 那就是债务上限提高之后 我们市场的下一步的趋势 这个要以历史为鉴 而且老玩卖瓜一下 一定要在市场很久的时候 才能够了解到联储局 特别是鲍威尔主席他内心的世界 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图 我们来看看S&P 500 今年最高已经突破的牛市 从去年11月到现在 已经涨了25% 虽然Yetoday只有14% 但是从整个市场的定义 低点到高点超过20% 就是牛市 你可以看到S&P 500 过去打横已经5G了 超过一年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你定调去年是熊市 熊市跑到今天为止 已经超过5G 过去几集我也特别提到了 熊一 牛七 牛市通常七年 熊市一年 到目前为止 S&P 500超过一年 打横 而且到现在为止 你可以看到 这个节骨眼4400点 是一个可上可下的 可能突破的一个关节点 所以在技术上分析来讲 牛市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往上突破 当然你也可以说 有可能再下去 当然有可能持续打横 如果你盯住我的节目的话 你会听得到从年初 一月份开始 我说市场打横就赢 打横就可以表示 但是市场还是非常有弹性 抵抗能力还是很强 虽然一年涨了5个percent 盈余还是可以撑在这个地方 4400点 现在是一个关节点 而且债务上限解决了 你可以知道过去两季 是债务上限两档吵架的时候 所以到目前为止 而后往后推的半年到一年 债务上限加1.5兆 所以市场是勇敢的向前走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过去有非常经典的两次 债务上限之前吵架 债务调整之后市场的趋势 我们来看看最经典的 就是2011年 在欧巴马政府时候 2011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炒到债务上限的dayline都过了 而且准备的现金都挪上去了 美国政府的债券被当柜 AAA plus 当柜到AA plus 当时市场大跌 下面这条线 但是当解决赛务上限提高之后 明显的看得到 9月30号 10月1号 光辉的十年 开始往上跑 而且这跑的力道 当然刚刚开始很慢 到了2012年 勇敢的往上去 你可以看到到 当债务上限 解决之前 股票一直往下 解决之后 先小步往上 2012年大步往上 所以可以看得到 2011年 特别是最经典的一年 当解决赛务上限之后 股市是渐渐的勇敢的往上跑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年 两年之后 又有债务上限的危机 非常明显的 你可以看得到 在October 非常明显的 光辉的十月 也是波动的十月 解决债务上限之前 股市是一直往下 债务上限提高之后 一直就开始大步的调整往上 我们来看看 在下一张图更加的明显 两次债务上限的危机 黑线的2011年 2013年 股市都是往下的 前上半年前三季 但是债务上限解决之后 2012年 解决之后 股票往上扬 2014年 甚至到2015年 持续的往上跑 所以非常的明显 在债务上限 两党吵架的时候 家和万事兴 但是吵架之前 股市往下 吵架和解之后 股市慢慢的勇敢的 因为债务上限的解决 就往上 下一张图 历史有非常惊讶的 吻合之处 你可以看到 2011年 2013年 两次的债务危机 党政 control senate 和house 两个跟今年 是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当然里面的席次 当然不太有变动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 总统是民主党 2011年 2013年是欧巴马 现在是拜登 而且民主党 也控制的 senate 你看看 2011年 13年 今年 20123年 都是如此 政党的相似数 是如此之高 所以在sector的调整 恢复的能力 几乎也是一样 2011年 2013年 是cloud computing 增加整个市场的盈余 增加生产力 这次是AI 所以AI 也是一样 扩大盈余 增加生产力 所以下一张图 就是一张印证图 DAO 我已经讲过了 所有债务上限 解决之后 你要有印证的信号 第一个印证的信号 如果这个信号 是释放出来的话 我觉得市场会更加的勇敢 比照2011跟13 我有一个disclaimer 历史的背景不太一样 但是历史为鉴 可以工作参考 我并不是说 2023年一定像 2011 13 但是 是历史 有非常高度的相似性 所以第一个印证 你必须印证 DAO 必须进入牛市 我在前几集有讲过 NASDAB 到目前为止 year-to-date 或最低到最高 去年的10月底 已经涨了30% S&P翻函诊 去年最低到最高 现在涨了25% 都进入牛市 唯有听一张牌 就是DAO DAO 从最低到最高 涨17 还有3% 到4%去印证 所以DAO 必须印证超过 20%以上 持续三大指数 都进入牛市 而且持续稳定 这是一个信号 你必须将这个 放在你的radar screen里面 第二个信号来印证 今年是否会像 2013年债务危机之后的 第二个信号 利息 这点你必须从我的历史 我在市场34年的经验 来消化我第二个信号 过去2011年 2013年 当债务危机解决之后 利息在额后的半年到一年 持续往下 如果你去找资料 2012年利息持续再往下 0% OK 201415 持续的再降到 再降息到0% 维持0% 利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现在利息倒挂 对吗 10年债券的利息 还是在3.7 3.8 你要了解 免储局 喊到再加两码 而且非常鹰派的口吻 这个礼拜 confusing整个市场 鲍威尔继续的下市场 我还要再加码 但是市场并没有被下到 利息反而在过去一个礼拜 是往下的 如果利息持续在10年债券 往3.5 3.3跑 这是第二个信号 请看这张图 是2011年的股票 是往上的 但是当年的利息 解决债务上限之后 持续的往下跑 所以利息 将是你第二个 整个的信号来印证 而后市场持续往上的信号 进入牛市 所以利息而后的半年 将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第三个信号 那就是恐惧指数 VIX 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将2011 13 甚至我们在2021年 这一年 也是一个 因为在疫情期间 但是那一年 比较容易 过债务上限 你可以看到 解决债务提高上限之前 恐惧指数 VIX是往上的 但解决之后 VIX是往下的 现在的VIX 非常comprehend 非常稳定的 这也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信号 因为市场慢慢的 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持续的往下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第四个信号 就是公告盈余 从最基本的 fundamental来讲 当我们进入第三季 公告第二季盈余的时候 盈余一样 beat market 将近80%以上的话 持续的释放信号 美国S&P 发行证的500大公司 可以将他们的盈余 持续的提高 在高利息上面 这是释放一个 美国的经济并不差的 一个信号 请注意 利息持续的调整 然后还会再调两码 S&P 500 盈余跟你讲 我不怕你 我不敢 我不怕 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盈余 让市场 很有底气 这是马上一个月 马上就可以印证的 第五个信号 这第五个信号 也是一个总结的信号 美国的GDP 从1.1 非常糟糕的第一季 对今年的预测 第二季提高到1.5 甚至在第三季 第四季 持续的提高 假设到2.0 2.5的话 总结 利息不需要调那么高 总结 美国的市场有底气 即使调高市场 也能够承受压力 扩大盈余 GDP 就会总结这里面的内容 所以历史为鉴 当债务上限解决之后 而后的半年 就是第三季 第四季 我自己认为 打横 往上的机会 会很大 而且下半年 会比上半年好 如果 盈余好 如果 整个的市场 都能够证明 扩大盈余 而且市场 慢慢地表现出来的勇敢 即使再加一码 两码 还能够 beat the expectation 的话 我认为 我们的市场 下半年 是大有可为 所以 我 讲到这里 你心中 是不是 有一点平安呢 我们上半场 就停在这里 休息一下 我是哈尔县 陈少豪 郝老师 欢迎回来 我们下半场 上半场 绝对是 只有在市场 够老的人 我才能够 以历史为鉴 翻 以前的历史的chart 印证 如果 我们下半年 整个 债务上限 调高之后 过关之后 整个历史为鉴 里面的内容 所以 你必须在上半场 仔细地 再去听几次 让你自己的投资 更加地有平安 有信心 反正 你在下半场 在今年的下半场 三季 四季 你可以看到 我自己认为 会比今年的上半年 大有可为 我们来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 美国的通胀 算是触顶了吗 我认为 美国的通胀 从十个percent 跌到现在 在4.5或4.7都好 第一个阶段 已经可以算完成 在过去一年 涨了将近5个percent 或5.25个percent it doesn't matter 市场已经全部切印了 而后的一年到两年 从4.5到2个percent 照联储局的看法 通胀还是算高 我也承认 两个percent的 为标准的话 4.5还算高 所以这个问题呢 触顶都没有 意思就是说 已经 继续往下的机会 大不大 我觉得是 应该会往下 但是时间会拉长 以往呢 你很快 一年涨5个percent 从10压到4.5 但是4到2个percent 这不太一样 有一点点 infrastructure的 里面的内容 我在过去前几季 前几个月 前几季都有提到 里面 从4到2 里面是工资的问题 工资有牵涉到工会 最低的标准 现在都各州 都已经是16到20 所以你要压到以前的2个percent 很难 第二 所谓2个percent 通胀的高点 我觉得可能时代的拉长 都会重新定义 都会重新定义 或许 所谓的通胀2个percent 会提高到2.5或3 可能都不容易达到2个percent 所以这个问题呢 美国的通胀是到顶了 但是要压到2个percent 还是长路漫漫 这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要靠涨利息 非常难 这要很多的配搭 你要让已经半退休 不退休的工人 持续地回到工厂 你不仅是要用很多的 这个奖励的政策 让妈妈们回到工厂来 工作岗位来 那必须有奖励 不然surprise它不够的 所以你的工资就提高 不断地提高 让人来回到工作岗位来 所以工资不容易压下来通胀 而这波段的通胀 就不容易压下来 所以非常的明显 这一个问题呢 以后呢 一年到两年 你就要看美国政府 怎么配搭 加利息不是唯一的手段 来 第二个问题 六月份不升息 下半年还会被调涨利息 这一点呢 从鲍威尔主席 这个礼拜 在国会印证上面 它还是非常的鹰派的口吻 所以既然鹰派 而且还强调下半年 再加息两次 起码两码 好了 全部 它的架势 它的口吻 全部都是鹰派 但是它做出来 六月份 不涨利息 所以口 跟心 不一样 所以这种 所谓的 心口不合一 就是我讲的 它就是try to confusing the market confusing the market 会达到什么效果呢 让你不要预期 美金会贬 不要预期 利息会跌 不要预期 你炒股票 因为那个也会增加 另一个非常紊乱的局面 对吗 所以这种 confusing the market 也是过去三十四年来 我看到联储局局长的 其中的一种手段 让你看不出来 所以这一点呢 是其中一个 当然 它必须握有 所有的底气 能够压制通胀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但它心知肚明 它要拿data 它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就好像走钢索 再加利息 银行会多倒几家 对不对 但是不加利息 通胀压不下来 但是加了利息 银行倒 人民就 底面就下滑 就进入衰退 两难 所以它怎么做 边走 边调 边调 边走 所以就confusing 它自己confuse 但市场也confusing 但是还好 市场非常有智慧 一直打横 打横就表明市场的智慧 所以打横越久 市场的底气就越大 下半年的口味 大有口味的程度 就比上半年更多了 好吗 所以这题我就算回答你 第三个 鲍威尔在国会上面 关注的几个焦点 第一个焦点 它抗通胀的焦点 它还要调利息 对吗 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焦点 调几码 两码 你必须轻硬 市场也轻硬了 两码 但是如果 它只调一码 今年的话 市场会勇敢上去的 OK 但是调三码的时候 也有可能 对不对 可能调三码 它不顾银行 继续的倒 它不顾人民的底面下滑 它调了三码 市场可能 还是会有打横 稍微往下 但是调三码的 机率不太大 第三 它还是认为 美国整个的经济 还算很有底气 这点是对的 so overall来讲 它要抗通胀 它要调高利息 它认为美国 整个经济环境 还是不算差 所以全世界的美金 还是持续留在美国 所以美金持强 这一点 可能第三季 就是一个 pipping point 你可以看到 我跟上半场讲 当利息开始调低的时候 市场反映的时候 美金往下的时候 这是一个翻转的 一个信号了 好不好 所以我能够提供这么多历史 为鉴的资料 希望你就能够进一步 能够在下半场 在下半年做最好的准备 但是记得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才能够得到 所有上帝给你的平安 丰富跟智慧 我用一节圣经来鼓励你 也希望你能够 接纳上帝的儿子 爱子耶稣基督 能够帮助你有信心的 有平安的往前走 罗马书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 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使神的爱 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上帝爱你 愿意将耶稣基督 祂的爱子赐给你 你要有信心的 接纳耶稣基督 成为你的平安 成为你的幸福 成为你的福气 再次的谢谢你 支持点赞 我们财经趋势 愿意这一集 老师傅磨刀的 里面的insight 能够帮助你 在2023年的下半年 做最好的布局 Howard Chain 陈少豪 豪老师 财经趋势 我们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 tv dot us 帮助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